任何华 青天 姚冰 我要去一趟依仙谷 你昨夜就不在 现在又要出去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是我昨天去给萧2送饭 发现她昏迷了 就把她送到素女姑姑那里去了 宿女姑姑说她走火入魔了 所以我得去照顾她几天 走火入魔 是啊 萧儿她一直在修炼七诀 可是修炼七诀 是不能有七情六欲的 不知道她怎么搞的 可能是因为 小师妹走了的原因吧 对了 青天 我去照顾萧儿的这几天 你的伤害没有好完全 就先在这里好好住着 我已经通知师弟他们了 他们会每天来给你送吃的 你就好好休息 放心吧 你去吧 那我走了 我今天有请了 我去上午红月孩子的 你还能让呢 我去把门打的 天天 我去呀 我们不去 今天的课业 就是杀光他们 你怕了 你看看他们 刚刚一个个可怜兮兮 哭哭啼啼的样子 你是心软了 不能心软 其实啊 他们都想杀了你 因为只有杀了你 我才能再受土地 他们才有活路啊 不 不 师父 不会的 你忘了 你娘当初是怎么对你的 她为了你妹妹 抛弃了你 你忘了 我娘抛弃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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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抛弃了你 你爹又不喜欢你 连他们都会背叛你的 니까 Shy 为什么 因为你注定孤独终老啊 他们既然都会背叛你 那我们不如把他们都杀了 你看 血的颜色多好看啊 你也知道师父喜欢血的颜色 你不如让师父高兴高兴 他们将来都会背叛你 你命中注定孤独终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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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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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找到你了 来 你问好什么呀 怎么了 是不是伤势又复发了 没 没事 走 赶紧跟我回去 来 慢点啊 我没事 卿天 卿天 你怎么了 卿天 你醒醒啊 来 我们俩可想的 你怎么回来了 你伤还没好 我不放心你呗 你说你 伤都没好 乱跑什么呀 那太鼎是萧二平时修炼的地方 他步了阵法 还容易迷乱心智的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原来如此 还有啊 我问你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我上次帮你换衣服的时候 就看到了 这次又看到了 怎么那么严重啊 卿天 你怎么了 对不起啊 我这个人平时就是有话说话 有事直接问 是不是让你想起什么 不开心的回忆了 你别哭呀 我以后不问了就是了 我身上的伤 是我师父亲手用铁块烫的 慢点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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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 七哥 我不热 你不用帮我删了 来 吃瓜瓜 哥哥不吃 哥哥帮你删着 这样就不会有小虫子咬你了 没事儿 我在太乙山的时候啊 天天跟他们打交道 习惯了 我就说吧 那个太乙山有什么好的 当初爹娘送你上太乙山 还不准我们哥几个送 早知道竟该阻止爹娘了 你看看你现在 在太乙山风吹日晒的 吃吃不好睡睡不好 回到家里面吃个瓜 都能吃得这么高兴 七哥 七哥 我在太乙山过得很好 师兄啊 师姐他们都很照顾我 而且过得自由自在的 七哥 你别替我难过 你别替他们说话 我跟你说 太乙山的人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你说谁呢 小师妹 你爱吃的小笼包 谢谢九师兄 来 趁热吃 我跟你说啊 岳老三 我妹妹爱吃啥 我家厨子会做 用不着你来买 你 我怎么了 我 小姐 琴儿公子来了 夫人让您过去一趟 小师妹 我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就陪我说说话嘛 你等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那你快去快回啊 嗯 你先跟我七哥说说话嘛 我们 我告诉你 岳老三 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 你要是愿意在这儿等 就在这儿好好等着吧 我的小师妹 我当然要等 其实 你不必为了还手帕 单独跑一趟的 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正想 过来看看你的身体 好点了没有 身体好多了 能吃能喝能玩的 看到你这样 我就放心多了 要不 你以后叫我冉冉吧 叫苏姑娘挺别扭的 好 冉冉 那你以后也叫我秦朗吧 好 好 谢谢你啊 你真是我的福星 好像我每次有危难 或者是狼狈不堪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 不知道苏姑娘 是否喜欢放花灯 我听说女孩子都喜欢放花灯 可否哪天我们一起去放花灯 我从小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吧 我从小就特别怕水 真的 就是那种 一见到水就哆嗦的那种 所以呀 什么放花灯啊 玩水啊那些 女孩子喜欢的 我都不喜欢的 都不玩的 那秦朗就先告辞了 好 好 表姐 我能进去吗 进来吧 有心事 好 表姐 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 就是会不停地想着她 无论看到什么 都会想到她 她在想什么 她在做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她 放下来放下来 想跟她说话 或者什么都不说 只是在一起 就开心 那要是 不能在一起呢 不能在一起 точ 燃燃 娘亲 娘亲 今天秦公子又来了 他来还我上次借的手帕 秦公子家叫甚好 是不是 礼貌又稳重 然然 你跟娘亲实话实说 对秦公子你怎么想的 秦郎 她是个好人 你哥哥跟我说 上次你落水 就是秦公子救的你 这一次又是秦公子 救你于危难之中 把你安全地送到家 爹娘对他甚是感激 我也很感激他 那你跟人家道谢了吗 娘是怎么教你的 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知道了 娘 然然 娘是不愿意让你嫁人的 谁不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 在自己身边待着 可是自打娘第一次看见秦郎 就觉得你们俩特别般配 娘是不会为了你爹和我 让你去嫁人的 娘只希望你能找一个 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谢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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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们家多好 这么多孩子 又孝顺又听话 一大家子多热闹啊 哪里 娘亲 你找我啊 然然 来 这就是你秦伯伯 这就是我们家小然然吧 秦伯伯好 好好好 初阳啊 我真是太喜欢小然然了 我们家秦郎 能娶到小然然 那可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哪 初阳啊 今天我来这儿呢 一来是想看看小然然 二来啊 是想把我儿秦朗的一些具体情况 跟你们说一下 什么情况啊 然然 初阳 想必你们也一定知道 我秦某人 西夏共有二子 长子秦涛 秦朗啊 是我的次子 知道 秦大公子在几年前束手边疆 为奸人所害 壮烈殉国 你们还有所不知 我大儿子 其实是死在了西域魔宫人的手上 秦涛 当时魔宫派人屠杀村民 秦涛奉命去保护 没想到 这一去 就再也没有回来 越灵宫 是啊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让天下人闻之色变的岳灵宫 秦朗得知消息之后赶去 花了三年才查到他的哥哥 是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杀害的 戴着面具的 没错 岳灵宫 本来是一个只有女人的邪派 几年前 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成了魔宫的诱护法 我这两个儿子 从小就感情深厚 秦朗 查出了杀害他哥哥的人 叫日轩 这几年 便没日没夜地练功 而且四处寻找日轩 就是想将他手刃 替他哥哥报仇 他甚至 为此还发过誓 哥哥的仇一日不报 他就 一日不成亲 所以啊 我只希望公主 还有小然然 我希望你们 能够多担待一下 我这个任性妄卫的儿子 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啊 老秦 你放心 我第一次看见秦朗这孩子 我就知道他是个好孩子 我也相信 他能给我们家然然 带来幸福 日轩 你真的杀死了 清朗的哥哥吗 我 你真的想要 你还想要 你 我 你真的想要 你 你 我 你 来 娄公子 梁天有一事不明 还望娄公子能为我解惑 表小姐客气了 请说 之前 娄公子也说想用酒瓣灵芝救人 不知道 到底用她来救什么人 那表小姐 这么费寝忘食地翻看草木精 又是为了谁 实不相瞒 我们家冉冉 从小就身体不好 我一直想找到一种办法 来彻底治好她 草木精让我看到了希望 表小姐所指的这个希望 又是什么 酒瓣灵芝 酒瓣灵芝 芝生 酸芝 酒瓣灵芝 洋芝 酒瓣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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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的冬去 火盘的尘埃 忽然挥手 一起似冰冷白 相见 时依赖 相念 乘无寒 当桃花一轮 我要花一轮 昨日少年 酌青山梦里还 昨日少年 酌青山梦里还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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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